马路上一辆机车执行 但突然冲出另一辆机车 逆向骑车 两车一面撞上 接着又绊倒另一辆骑士 三辆机车车祸意外 发生在16号中午 中山区西定路 一辆女机车骑士 突然跨越双黄线 闯入车道 撞上正常行驶的机车骑士 经警方调越现场骑士 发现76年次的黄姓女子 因为酒后驾车逆向行驶 在西定路那边碰撞 有一台男子驾驶的机车 造成两部机车三人受伤 其中黄女伤势蛮严重的 送医昨天开刀 今天能昏迷不醒 蟑螂的部分也是昏迷不醒 据了解昭壮的张星驾驶 是台北市议员陈崇文的助理 得知助理发生严重车祸 陈崇文也发文表示爱痛 全面暂停所有立委初选败票活动 主任在我的服务处 已经工作了一年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认真 工作态度非常认真的一个年轻人 那也因为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车祸 酒驾被撞 那他也非常的无辜 现在还在昏迷 也希望大家能够帮他提起 陈崇的这个严厉谴责 酒驾造势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 能够酒驾重新立法 把这个酒驾者 能够这个立法能够严惩不待 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 也透过立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让把这个立法的这样子的一个 立法立言一点 警方事后针对逆向女骑士进行酒册 测出来0.80毫克 送医之后有脑出血昏迷 而无辜被撞的张姓助理 也是茶馆昏迷 希望大家一起帮忙集气 至于真正的车祸发生原因 仍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